86歲桌球國手莊黃岳 現身在創世基金會與石牌國小桌球隊的選手們切磋球技 莊黃岳儘管年事高 拿起球拍的熱情從未減退 以實際行動展現運動精神 也將愛心傳遞給更多人 號召大眾關注第二屆紅斬杯桌球公益賽 10月5號、6號舉行 活動莫得的款項將全數捐贈給創世基金會 支持植物人安養服務 希望大家有能力的人來 薑框給那個植物人的薑框 有力吃力、有錢吃錢 請大家來保護他們 看到他們這樣就真的好可憐 所以請大家有力的人吃力、有錢的人吃錢 各式行號、大家還有愛心的人 盡量來將款給我們的創世基金會 來保護他們 創世基金會真的很棒、很棒 他們這樣都很愛心、真的很好 我不會講話 謝謝 我運動的方式就是平常你要運動 像我打桌球 打桌球是很好 對身體也很好、對眼睛也很好 像我現在是年齡大了 我現在是86歲 我是20歲的時候參加第三屆亞運的 六十幾年前就是了 我現在還是大約 對啦、也是還可以打一下 跟他們已經最近退休的那個國手 他們陳秋丹、張秀娟 他們都有在打球 反正我能打我就打 我就是喜歡打球 因為我五十幾年 我在台灣營養上班 因為我五十幾年就沒有打球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氣船 我很喜歡打球 後來不能打 差一點就 那個氣船一發作就不行 所以後來我就不敢打 就停、停 五十五歲就推 都沒打球啦 後來我就六十 就去年 去年他們都叫我 像我兒子也在打球嘛 我兒子常常帶我出去看球 打球 看以前的老朋友啦 好高興喔 很久很久了 幾十年了 我五十幾歲到就沒有打 都沒有看到朋友 去年、前幾年開始 我兒子也在打球 他都常常帶我出去看人家比賽 都看到那個老朋友好高興喔 所以我都隨便留打一下 就是不能太動啦 就是這樣子推推推就這樣子 這樣也是有運動就這樣子 因為現在的很多人都在打球 很好 希望每一位的家長 還有社會公司 還有公司行好的人 還有社區的他們都很多人都在打球 希望他們能幫助我們 創作基金機會 賺一點款 保護那個 保護他們持物的 主辦賽事業者為推廣桌球運動 並結合公益裡面 透過賽事讓國人關注體育 公益服務 為弱勢群體捐助一份愛心 希望有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一直辦下去 那公益的事情 公益的活動 是紅傘建設 從大概十年前就一直做到現在 那當然就是這個桌球的公益 那我覺得更有意義 因為不僅可以就是透過運動 可以讓這個做公益的這件事情來拋磚引玉 那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那只是願不願意把這個能力分享給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我把這個訊息告訴了我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的同事 很多的就是親朋好友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這一次的就是公益的桌球賽 那可以幫助到就是我們植物人的每天的一些所需 這是紅傘建設一點一點對社會的一點點的就是回饋 那更希望可以 更希望可以來讓更多的企業 更多的人來一起來共襄盛舉 這個大概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說的 那希望這次活動 做球賽的活動可以圓滿的開始 圓滿的進行圓滿的結束 其實創世基金會在每一年其實都會舉辦大大小小的活動 那這次剛好也有紅傘建設的一個創起 那希望就是能夠募集經費 然後致力於就是一個植物人的安養的部分這樣子 這個活動主要是同仁的小朋友 其實他也有就是在打桌球賽的部分 那他也覺得這個活動其實是一個國民的盛事 對 所以就是今年已經是第二次的發起了 那今年在我們的一個奧運賽事的部分 那其實也有發現到阿嬤 他在新聞上露出 那他只要是有在講解就是桌球賽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也講得蠻好的 那我們也是透過聯繫孫子的部分 然後孫子也是非常支持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就是有跟阿嬤先接洽 那接洽之後他也是非常就是 覺得參加這個活動他也很高興 那雖然一開始他覺得說 可能在被訪問的時候他有點緊張 但我覺得阿嬤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第一屆的部分呢 主要是因為活動賽事從早上到晚上的9點 甚至到10點 那其實對於小朋友啊 是一個體力比較消耗的一個一天這樣子 所以這次我們把它拉成兩天 那希望小朋友能夠中間有獲得一個好好的休息 那隔天的表現能夠更好 對 那其實兩屆的報名的人數其實都差不多 那希望就是也是盼各位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活動桌球賽的部分 然後能夠串連起競備的一個目擊 創世多年來單起照顧陪伴植物人的角色 讓他們在絕望無助時找到依靠 呼籲民眾為植物人帶來更多溫暖與希望 桌球供應賽當天有愛心意賣 發票捐贈等活動 也隨時可以透過捐助專線傳遞文情 同展平安 創世精采 記者溫文君台北報導